在电视广播报纸什么网络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说有人打着点滴骑车的 有人打着点滴开车的 还有人打着点滴轻伤不下火线去上班的新闻 不过这些呢跟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几位老兄相比都是小屋见大屋了 弱爆了 来看看啊 这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敖惠明朋友发来的图片 他说有一次参加朋友饭局 结果一进门他被站住了 这是他的一位朋友 正打着点滴 你看挂着吊瓶竟然还跑来吃饭啊 又是喝酒又是抽烟的 啥也没耽误 从皮的喝到白的跟没事人一样 这才叫轻伤不下火线 神人呢 难道挂着吊瓶喝酒就不影响治疗效果吗 不过相比这位啊 还有一张图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 这这这这更厉害 你看 树荫底下 这一幕真的把我们这位观众给惊呆了 辽宁沈阳的雄鹰朋友拍到的 哇 两位大哥 坐在路边 你一杯我一杯喝得相当的快活呀 可是大家仔细看看 这两位原来还是病友哎 全部都挂着点滴 吊瓶好像是挂在树上啊 居然悠闲的就在那大碗喝酒 大快吃肉啊 哎呦我真是不服不行 您都病得要打点滴了 您就不能等身子好了再喝嘛 最起码掉完水再喝不过分吧 这几位都是宁愿伤身体 不愿伤感情的典范 当然了 我可不建议大家这样啊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不能放弃治疗啊 有了好身体 喝醋没酒喝 喝醋没酒喝